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怎么会有这里的福音钥匙 一 二 三 四 二 小楚文 三 他怎么会在这里 四 彭师兄 他 彭许 二 三 四 彭海 妖刀彭海 彭师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既然你和李耀同学早就认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这是我和李耀同学之间的一点小秘密 你好 李耀同学 我们终于以真面目相见了 来一个月的对打 我可是过足了瘾啊 不 不会吧 在军道沙郎修炼馆里 和我对练了一个月的人 竟然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妖刀彭海 彭师兄 叫我们来 不是为了叙旧吧 当然不是 来 带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修炼事 这处碎片世界 直径不足一公里 名叫小辉玉 这就是传说中的锁 碎片世界 这里空气稀薄 每呼吸一次都要耗费全身力气 心里的空气味道十分难闻 从鼻腔到气管堵入宗火烧一样 你慢慢就习惯了 最终刺激到灵根 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气出灵 听得住 不错啊 立刻就能适应小辉玉的环境 不像是灵根受损的样子 洪师兄 你也知道李耀同学正在我们大荒战院 和深海大学之间犹豫 不如咱们俩打一场 让李耀同学见识一下 大荒战院真正的实力 你到底是想让李耀同学见识一下 还是单纯想和我打一场 被你发现了 今天就当是让李耀同学领略一下 战斗型能力者的火力 以你现在的能力 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 好 我把实力压制在第一阶巅峰境界 和你打一场 如果都是第一阶巅峰 我十秒钟就能打到你 看上去丝毫没有法力 破坏力居然这么巧 小规御最诡异的地方 使它的重力并不稳定 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没有任何规律的力量 攻击力转向的角度也太刁钻了 这也太强了 彭师兄 你认真一点 再来 在小规御里训练 可以打不断你的身体的掌控 这还只是第一阶巅能力船 在小规御被压制的转捩下 什么力量就已经这么巧当了 若不是更高层次的能力者 再配上一把神经力气 那简直 无法想象 彭师兄 原来你比传闻中的还要强 我也要成为你们这样的能力者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境界 不过修炼之路长着呢 你先在我这里进行灵根恢复训练 海哥 你 你要亲自指点我 加我一个 我也会拿出大荒战院的万分热情 好好陪你训练 海哥 小灵姐 我绝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 那我们就开始吧 源源不断的灵能可以刺激灵根 让撕裂干枯的部分重新粘合 你要做的就是训练 再训练 控制自己的身体 小灰狱里 你需要随时感知重力场的变化 借力实力 就能做到最有效的攻击 只有对身体的每一寸肌肉达到极致控制 才能做到指哪打哪 我根本不决定 我根本不决定 救命 坚持下去 就差一点了 我吸收了欧爷子的记忆之术 我感情完全打开 明明可以感知周围细微的变化 但是身体却跟不上人脑的速度 该死 想想看 如果是欧爷子 他会怎么想 痛心锤 这招在玄妙都在一个套子 让所有力量 透过你的身体轰出去 彻底贯穿五脏六腑 透过身体轰出去 尿啊 如果反向操作 让能量直接套进来 魂师兄 灵妖怎么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魂师兄都出满了力量 这感觉 从没有过 那他的灵根还会继续撕裂 不 小灰羽的能量密度是外界的十倍 已经将他的灵根撑到极致 就像暴龙一般强悍 我现在只是担心 我这一亩三分地的能量 还不够他塞牙缝的 鸥造丝 鸥造丝